這次是加拿大的女人,她即將結婚,她跟未婚夫商量 她說人一輩子就一輩子,我結婚要大搞的 原來我怎樣會失禮的 搞完之後我搞你 總之可以大搞的,她就跟她的伴娘商量了 她的伴娘願意,她找了兩個朋友 伴娘就說,你結婚其實我也想要買東西給你 我贊助你的婚禮,我就出五千元加幣 哇,不錯,很有錢 這個新娘子大家要認識她 現在Facebook很瘋傳 她的名字叫蘇珊 我不知道是否唱歌,她還可以嫁 不要難說,可以再嫁 中美題也要嫁 再嫁一會 但願能再嫁一會 恭喜你 蘇珊 蘇珊的朋友,蘇珊的朋友是呂珊 呂珊說要做她的伴娘 然後贊助她五千元加幣 挺好的,這個姐妹 她男朋友在家賺了三千元加幣 你好好 總共有八千元加幣 他七除八扣之後,還算一下 還差很多,不夠啊 你的婚禮 她有多大,會有多大 像明星那些結婚 吉祥一次 比陳凱琳更好 對 沒錯 她說我嫁 我很開心 她後來就發了邀請賓客來的說 總而言之 我要一個婚禮 我會很開心 很漂亮 每個賓客說明要付1500元加幣 大約1萬港幣 很貴 謝謝你們贊助我 因為我從小到大 這是我夢想的婚禮 謝謝你們每個賓客 都贊助我的婚禮 不用做人情 每人付1500元加幣 大約1萬港幣就行了 我可不可以做人情 我打算付2000元人情 你現在合金的數目 比本來我想付你那份人情 你可不可以讓我選擇 我付人情付2000元 我不覺得這不是人情 這應該是一個很大的人情 要不就是你給別人情 要不就是有兩個選項 有兩個選項 到尾為何她震撼了我的Facebook呢 她很開心地發出所有的邀請 終於有一天突然發現沒有人回 她就罵 太貴了 我的朋友只是百佳來的 正百佳朋友 我一結婚 沒有人 完全一個都沒有回 個個都沒有人理我 我就問那些人 1500元的加幣很貴嗎 貴呀 很貴呀 我都說大家送我一個夢幻婚 我的朋友是正百佳來的 你會不會一廂情願覺得那些是你的朋友 沒有多少個會這樣 對呀 因為一萬元就太貴了 很多親朋戚友被她天價的人情嚇壞了 表明我不會給的 但是如果你叫我來官禮我會站在那裡 但我不吃你的 只看不吃 只看不吃 我就是來的 然後整件事就搞到禍了 因為她已經說了自己 世紀婚禮 世紀婚禮 養了出來 就是賓客都知道她要收 但沒有人知道不來 假設陳彥恒不回覆她 她也不知道李麗潤不回覆 你例如和陳彥恒都會覺得 雖然我不來 你的婚禮都會舉行 對呀 如期舉行 但她也不會這麼八婆 要打電話 Joyce你有沒有收到呢 哪個哪個那個 一萬元賣 很容易 起跳價也挺高 你去不去呀 不啦 我只是想給兩三千元人情 現在給一萬元多了七千多元出來 不去了 我跟她不太熟 你呢 一般呢 就算很熟都未去到這樣的價錢 對呀 就算很熟都不值 對呀 就算很熟都不值 對呀 後來沒有辦法 唯有她的未婚夫就告訴你 現在也不是辦法 對呀 即將也要婚禮 糟了 我自己都給她的錢 那她說呢 不如改去拉斯維加斯舉行 對呀 簽個字就算了 我們兩個人 哇 她當時 破口大罵她的未婚夫 這個呢 蘇傘呢 不單止你 然後破口大罵 她說你不是和我說笑 是吧 你是說真的嗎 對呀 你真的是說真的 為什麼我要呢 我的人生 為什麼我要去一個 充滿賭徒和酒精的地方結婚 我是不是雞 這樣 我只是說楊千華而已 很多都是 很多都是拉斯維加斯 很多都是 很多都是 她在那裏簽子 不是 是這個蘇珊 加拿大蘇珊說楊千華和華溫文泉 就是 很多都是這樣 在拉斯維加斯 簽個字 對呀 有誰擺過婚禮 她有沒有擺過 楊千華沒有擺過婚禮 在香港好像沒有 沒有請我 她說她充滿賭徒和酒精的地方結婚 有沒有搞錯呀 你是不是當我是雞 未婚夫一聽到後 道歉也沒有聲 就離開了 我是未婚夫 我覺得正常是她這樣做 我支持她未婚夫這樣做 後期她在Facebook 不停罵她的朋友 罵她未婚夫 她說為什麼我作為一個新娘 我要一個夢幻婚禮 都不行 我現在做錯了什麼 你們這些死八佳 因為你做錯了一件事 四個字叫做強人鎖 沒有自知知名 你都不衡量一下自己人心目中的地位有多重要 沒錯 你不衡量一下 為什麼 這件事 最近我真的想說 大家可以上網 做了一個東岩三個地方 三個地方 我想香港的女生要檢討一下 很自大 三個地方 日本 台灣 香港 你覺得哪裏的女生 有嚴重公主病 直到已經危險程度 應該是香港 一定不會是日本 日本是男人至上 回到去又不飯 又做這麼多事 台灣是跟日本的 一定不會 沒錯 這個調查報告 昨天台灣的電視 直到是瘋傳 台灣的電視 她說香港的女生 為什麼會有嚴重公主病 到已經進入一個危險的程度 公主癌 沒錯 已經很危險了 她說 無論什麼大時大節 就一定要有多少樣東西送給她 還要是名貴禮物 然後婚禮要盛大的 嫁得不醜樣 醜樣我不嫁 還要有樓 還要有樓 有樓先拿到才結婚 有樓先有高潮 然後她在這個調查報告中 訪問了日本、台灣、香港 她說香港的女生 已經進入了一個嚴重的 危險的 不能自拔的 嚴重公主病 是啊 真的 然後她說 第一 還有 她有幾樣東西 大控訴 她說香港的女生 手袋是從來不自己拿的 很多都是 看到男朋友幫她拿著Chanel袋 我已經說過了 別逼她拿著這個名牌手袋 一個女人的手袋 在女廁等你 其實很噁心 好醜 第二 你承認不承認 這是台灣昨天的控訴 第二 她說香港的女生公主病程度 她真的自己以為是公主 從來吃飯是不埋單的 因為她說我是港女 港女為何要埋單 當然是男生給錢 誰吃飯 女生給錢 很噁心 我肯出來和你吃飯 原來 日本人 甚至台灣 他們的比例都是AA 是AA 除非真的拍拖 真的拍拖 或者她還可以 但如果剛出來的時候 大家聯誼一下 通常都會AA 先的 不會一來的 我肯出來的時候 我給你面子 你沒理由要我夾吧 不會的 進入了東南亞 記住 東南亞 其實作為香港的女生 好好檢討一下 不是檢討 幫自己發聲 全東南亞 香港 港女 是有嚴重公主病 達到危險程度 已經亮起紅燈了 其實已經是一種 但是你覺得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這樣啊 因為要男人 這次是加拿大 這個人 有些人罵他 你結婚 大家祝福你 你是不是有病 你肯邀請別人來 別人肯來 算給面子 如果我搞一個派對 我搞一個婚禮 我多怕我請別人都不來 我還要求別人給多少錢 我不會了 你肯來我都覺得 你給我面子 但是他們這班女生 有沒有想過 到你四十幾歲 都未嫁得出的時候 你就算貼錢請別人來 都沒有人會來 不是 你都要做 你都嫁得出 對 等於如果我這麼有錢 我去到外地結婚 我都要把你們的機票 酒店請你們 快點 那你先幫我做壇 開壇 開壇 不然這件事很難搞 吃了齋 吃了齋 你什麼壇 你什麼都嫁得出 你就是白壇 你還是齋主 哈哈哈哈 最初去到齋主 拿著齋盆 過了下半身 你覺得這個女生 一雙情願地 剛才剛才說 一雙情願 沒有自知之明 沒有自知之明 任想人所難 任想自己在人家的心目中 是什麼地位 值多少錢 沒錯 到最後 她就變成一場空 她說現在人生失落 她在Facebook 轟炸魚了之後 她買了一張機票 去南美洲自己的旅行 那就好 那就好 去檢討一下自己 我覺得這件事 最開心的是誰 就是她的未婚婦 救了她 脫爛 對呀 這個人你真的娶了回去 你不知道你怎麼辦 真是不得了 要是我不開始 現在醒了 開始 現在很多人都醒了 不是 去南美洲旅行 南美洲就醒了 南非 不是女人還未醒 男人會因為你這件事醒了 對呀 對呀 幫助男人也像你所說 對呀 看清楚這個女人 是 幸福不是用錢換回來的 尤其是 不過不過又是這樣 我又覺得傳媒都有些責任 吹捧到那些 某某某某 名聲 什麼又說 什麼工女 只不過就是 做四百線 工女都駕入 什麼四百億豪門 駕入豪門 為什麼要 一直把這件事 拉進 千億媳婦 萬億新娘 為什麼要這樣 就是這樣 是駕幸福的 不是駕錢的 但是 我不知道其他地方是怎樣 如果你說香港演藝界的傳媒來說 你的幸福就等於是金錢 你的金錢有多少 等於你的幸福的指數有多高 這就是栽培了一堆港女 是這樣的栽培出來的 因為我們香港是一個很現實的地方 是的 而且她就是 我亦都覺得 也是這樣的 如果你剛才說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公主 亦都是因為 香港真的會比較男女平等 而女生 他們賺錢多 男力高很多 是的 所以亦都自視過高 是的 所以是因為這樣 就會慘 如果不是 我們怎麼會 世界中那些 跪在那裡被你掩蓋 喂 你也說 你有一次跟美男朋友吵架 最生氣的是他六尺高 都要扮個小矮人 對 對 公主吃飯 對 對 公主我不對 我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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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不就是潛藏 你們全部都有這些病 對 那我就馬上破地圍 這樣就沒事了 你們個個都潛藏自己 都是公主 是環珠格格 對 全部都是 所以真的要檢討 對 不要人家有個小三在日本 或者在台灣 那些戰女人 其實真的自己有問題 自己鋪路給兒子過去 去包兒拉 沒錯 當你們找到自己的問題 那時候 幸福就來 這句 就等於今次加拿大的新娘 現在搞到一鑊足 其實他最主要是 他不知道何為幸福 也不知道何為結婚 結婚是兩個人的事 不是一定要有多大 搞到多大的 就算是幸福 很簡單 他們兩個人 去簽個子結婚 他都很幸福 我看到很多人都很幸福 很多artist都是減肆 就算了 很幸福 我們說的兩批都很幸福 很幸福 百頭到六 愛不是用六星級酒店等於愛 不關事 那些是做給別人看的 不關事 這次的資料來自加拿大的報道